我是敏感性肌膚 那请问我要用什么样的洗面乳 对着手机描述肤矿 另一端马上提出改善肌肤的建议 您可以考虑以下几个选择 此外一张照片上传 AI立即检查皮肤出现哪些问题 要一秒辨识出肤矿 要先为AI吃五万张照片 透过训练 未来就不需要靠美容师目测手写记录 时代在改变 那希望说这些用透过AI的部分 可以提升美容师 美容师通常是一人工作室 但要同时间处理各种不同需求 常常忙不过来 透过AI能解决美容产业痛点 传统产业里老师 他其实都会是一个人的工作室 或是两个人工作室比居多 没有时间在 可能在作业的时候 又要预约客人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现在引进AI的话 他其实他可以帮我们协助老师预约客人 保养品牌与科技公司合作 从传统的制造业 零售业 服务业 布局AI转型 创立平台 透过肌肤检测吸引新客人 再透过系统媒合美容师及顾客 打造美业Uber 现在引进AI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记录每一个客户的肌肤 然后更有效精准地知道 他们每一次来美容院 他们的肌肤的改变 专业的美容师其实要受的训练蛮多的 包含说除了肤矿的这些状态 他是要去学习以外 那大概还有很多的手法 可是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学徒 所以他其实有蛮多的经验的落差 因为像很多很厉害的美容师 很资深的都可能五六十岁以上 因为AI介入传统产业大整股 然而台经院公布的制造业服务业 营业气候测验点都呈现下滑态势 其中制造业来到九十六点六五点 月减二点三点连三叠 创九个月来新低 服务业为九十七点八八点 月减一点一四点也是连二叠 AI的崛起是否对于传统产业有所冲击 任何产业都可以加AI 所以不会存在说 政府把资源都丢给AI以后 其他产业就失衡了问题 因为现在其实没有一个 除了硬体AI的硬体以外 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叫做AI产业 因为AI产业还是要落地 所以AI产业可能会在零售业 可能会在制造业 可是必须要各产业自己有认知 去带动说我要往AI去做发展 AI趋势助攻 国发会八月景气灯号 受惠AI需求热络 景气对测性号综合判断分数 上升至三十九分 比前一个月增加四分 创进三十四个月来新高 灯号转为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 AI的心情也跟疫情这一段期间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包括数位化资讯化 民众上网的习惯的改变 所以这里带来很多大量的资料 Data的分析 它是一个有价值的 但是这一次的转变中 除了AI的心情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产业 受到了一些影响 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些 相对的传统产业 有物料产业 工具机产业 甚至化学产业也受到一些冲击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看到疫情以来成本的上升 变化非常快速 缺工的议题变得非常严重 当这样子的成本 跟风险分散的需求攀升 其实它会造成产业的差异化 非常严重 因为当要分散风险 或者说你成本攀升 越小型的企业 那就很难以应对 这也回应到2024年 工总白皮书整理出的 台湾产业发展主要难题 其中第一项就提到 产业失衡加剧 M型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工总建议 政府应该协助船产转型 同时强化电力水利建设 任何一个产业发展 都需要有所配套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AI 可是我们大环境 面临的是能源的转型 能源的改变 那么AI其实在Big Data 这种资料的运算部分 它其实需要非常多的能源 散热等等 那这个需要有配套 第一个能源的供给更稳定 第二个就是说 这些周边的系统的配套 也要跟得上去 才能把这个产业给配起来 以及人才的部分 整体景气因为AI浪潮拉抬 但在光鲜亮丽的数据背后 仍藏有产业失衡隐忧 TVBS新闻张志明 网号与台北采访报导